最新消息要帶你來關心發生在台北市新生北路一起疊血槍擊案 一名34歲的黃姓男子遭到槍擊 子探從他太陽去貫穿頭部 送醫後不治 警方過報趕到了現場逮捕著開槍的男子 45歲的林姓嫌犯 初步懷疑雙方可能是因為金錢糾紛 穿著黑色上衣 臉部被警方以安全帽遮住 面對記者的詢問 嫌犯不乏一語 監視器畫面清楚拍下 戴著紅帽穿著條文上衣的黃姓男子 前往松弦家中的身影 雙方疑似一位金錢糾紛起了口角衝突 林姓男子搶走被害人帶來的槍枝 往對方太陽穴連扣了兩下扳擊 子彈貫穿男子頭部送醫不治 死者在講話有一點細虐 所以他有一點細虐 前衣人我們剛了解他有重病 他有重病 那發生這個事情他自己也慌了 情緒上不很穩定 兩人原本是多年好友 兇嫌靈性男子犯案之後 也對自己的行為感到懊悔 不過一時的衝動 所度下的大錯已經無法挽回